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有一对小孩子 男孩紧紧捂住了女孩的眼睛 别怕有鸽在 摩天轮下一个小丑却神秘的出现了 看到地上女孩尸体 他竟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什么鬼 镜头一转 他竟也从摩天轮上坠下第二个利用的盒饭 很明显这游乐园不干净呀 很快14年过去了 当初无眼睛的小男孩长大了 变成了一名记者名叫二柱 这天二柱在图书馆查资料的时候 一份报纸却突然从书架上掉了下来 二柱仔细一看 诶 这不是小时候经常去的游乐园吗 这让死过这么多人 要不要去调查一下 这肯定是大新闻呐 说干就干 很快二柱找到了那座游乐园 诡异的是 在树上他竟看到了悬挂着的一只只小丑的玩具 咋看咋上的话 然而二柱却并不害怕 甚至还有点得意活该我翻身呐 大新闻 明天肯定上头条 二柱随走随派不自觉走进了游乐园深处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站在一群墓碑中间 身后还传了一个小女孩的呼唤 二柱 二柱 嗯 连我名字都叫错 二柱正打算寻找 却被地下一双黑手拖走了 二柱就这样失踪了 在这之后 二柱的妹妹三花开始频繁做噩梦 竟然梦到自己的哥哥 有时还看到不知道什么鬼的幻觉 三花感觉哥哥的失踪没有那么简单 另一边 二柱的母亲也出现了她是翠花 她认为二柱早见你喝完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她是一个帮人驱魔的神婆 每天的工作就是和粘东西打交道 然而和传统驱魔不同的是 她不用服也不用剑 更没有任何发气 只凭一下照相机 咔嚓一咔嚓 就能轻松照走人身上的所有粘东西 简单快捷 随射随走 偶然的机会 三花在哥哥的房间发现一份报纸 没错 正是游乐园的死亡之报 三花很震惊 他明白了 二柱肯定是去游乐园的 好家伙 竟然不喊我 他决定去找自己的哥哥 还给母亲翠花留下一封信 他喊了几个小伙伴 眼镜 长发 心男花花 以及小马和小美 一起来到游乐园寻找真相 看着眼前熟悉的摩天论 三花不由想起了小时候那恐怖一幕 此时他也听到了小女孩的呼唤 小花 小花呀 吉人正打算一探究竟 一个长相很委婉的大头跳了出来 同志们看我的头大不大 我不光头大 我还脸大 这游乐园是我的 你们给我走 吉人被赶走了 当然不甘心呀 天上天黑 他们又一次留了回来 便商量分头行动 还约定好一个小时后在小丑那边会合 这一边 长发看到一个电闸 顺手就拉了下来 没想到游乐园所有设施 竟然一下运转了起来 What 这么久了竟然还有电 另一边 三花偶然发现哥哥的佛珠 他感觉二珠就在附近 眼镜手势TV到处拍摄 却看到一幅恐怖的画面 这一刻每个人都在经历着诡异的事 大头这边正在做饭 嘴里还念念有词 大头大头 有鬼不怕 人家有福 我有大头 按照约定的时间 三花和几个小伙伴聚了一起 然而却发现唯独少了眼镜 怎么办呢 只能分头寻找 你说也怪了哈 明明感觉这游乐园不正常 还分开行动 心事有多大 寻找的时候 三花和小美 发现了眼镜丢失的DV 在DV里 他们发现了眼镜 神情慌张的跑进了一个石屋 想也没想 两个女人直接跟了进去 不得不说 这俩女的胆挺大哈 另一边 星男和花花竟玩起了旋转木马 哎 话说你们不是来找人的吗 怎么还公开秀恩爱呢 那群鬼也看不下去了 既然你们如此爱秀 那么 小马这边也不省心啊 他看到了这小鬼过来玩啊 自然吓坏了 仓皇逃窜 现在是跑啊 跑却到处撞滚 最后惨兮兮的撞到了铁丝上 当场思想瞧 另一边 小马和花花跑到一起 可能是由于太害怕 竟不由自主的抱到来一起 哎 弄啥嘞 逃命呢 好不好 就在这时 花花被上身了 也不是从哪抽出一把刀子 嘶 一下戳进了小马的身体 小马立刻惊醒 转身要逃 花花却当着她的面 被滚操纵着 哥外自杀了 看到如此少女死在自己面前 小马也受不了 我冲过来呀 这群小鬼哪听过这样奇怪的要求 然后 另一边 三花小美长发就到一起 他们走进那座石屋 然后到处撞滚啊 三花也在无意中发现 通过演制的DV竟然能看到滚 就在他们惊醒过来想要逃离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一起另盒饭吧 先是小美摔倒在一片棺材里 被一群干尸拖走了 估计是另盒饭了 幸运的是长发和三花竟然重重阻碍 终于逃了出来 就在他们着急给朋友打电话 想要离开此地的时候 三花却又一次听到了熟悉小女孩的呼唤 他拿起DV悄悄一看 竟是个手抱玩具熊的小女孩 咋看咋熟悉呢 原来这正是自己小时候 那个从摩天轮上掉下来摔死的小女孩 三花让长发赶紧跑油滚 但长发明显跑不了了 死得很惨 被烧死了 三花又一次听到小女孩的呼唤 三花也磨正了 不自觉了就出发了 他来到了当初二柱失踪的地方 还看到了二柱的尸体 当然还有很多鬼儿 探啪啪又一次跑到摩天轮下 却也发现了小美的尸体 我好怕呀 我使劲的哭啊 此时大头也出现了 但很明显他也被附身了 举起斧头就要杀死三花 关键时刻三花的妈妈翠花赶到了 放开我的女儿冲我来 一个小扶咒就搞得小鬼儿心神不宁啊 原来你也会用咒玩 再加上射魂相机的强大辅助 散展下就逼出了大头附身的鬼东西 只是这个鬼东西也不是一般的鬼儿 就连射魂相机也不好使 最后 翠花决定牺牲自己 利用自己无上法力带走这批鬼儿 直接咔嚓一声 射魂相机射走了她的魂 也彻底封住了那条恶鬼 翠花倒下了 三花利用相机超度了所有的鬼儿 当然也少不了她那几个朋友 然后带着侥幸存活的小马 离开了游乐园 本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却没想到三花还留着一张小时候和小鬼儿拍的合照 然后猛鬼儿就又出来了 咋出来了呢 通过这个合照呗 你说这鬼儿也挺有能力的哈 小马和三花也相继领了个饭 集体团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座游乐园自从当年小女孩意外死亡之后 就仿佛被下了诅咒 接连有人死去 最后变成了一座鬼园 怨气滔天的 走进那里的人都得是 好了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了这部电影 我还是想说不要有那么大的好奇心 好了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